中半岛Hillsborough市这次的选举竞争并不激烈 包括市长和学区委员的职务都属于同俄竞选 所有参选人将自动当选 完全没有悬念 古林佳报道 庄无名方Marie John正在介绍该市为当地阵亡将士所立的纪念碑 她是Hillsborough市一百多年来首位非白人市长 这次竞选连任可以说是最轻松的选举 因为在两席市议员选举 庄无名方和Lawrence May两位现任的市议员同俄竞选 不用选举就自动当选 对我们来说是希望是因为说市民觉得我们市政还做得不错 认为说我们都有在考量市民 大部分的市民的想法 就是有关于一些公共设施跟政策 有符合到市民的想法跟他们的 所以希望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就没有人出来竞选 Hillsborough市富人区 该市的市政问题跟别的城市有什么不同 预算是不是比较多呢 虽然我们的城市比较小 人口大概一万一千人 可是我们的地下水道 我们的马路还是跟其他城市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在一些公共设施方面 比如说马路的维持 或者是下水道的清除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然后我们的城市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预算方面 都有深远的考量 所以希望是说我们的预算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balance Hillsborough市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37万美元 豪宅邻里而且治安良好 不过房子跟房子之间的距离太远 庄吴明方表示 未来四年除了做好市政 也希望推动邻里间的守望相助 我觉得neighbors应该要get to know neighbors 那我们这边因为人数 大家的房子跟邻居跟邻居之间的沟通呢 可能就没有像其他城市比较方便 所以我一直都在这块领域上面 因为一直希望能够借助一些活动 或是一些训练 能够让那个城市的市民 能够知道就是认识他们的邻居 庄吴明方16岁跟随父母从台湾移民来美 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后 结婚后就与先生搬到Hillsborough 重振的动力是希望回馈社会 我们需要回馈于社会 这点我觉得是我父母亲从小就一直有教导我们 所以一直我都有在学校跟那个社区服务 所以很自然的就走上了这个市议会的 就是帮忙一些committee 做一些志工方面的帮忙 然后后来有这个机会就参选 庄吴明方强调参选并非当初想从政 而是希望在政策方面帮助到该市 设立一些长远的想法跟目标 不过在这次的选举 中半岛一带华裔参政并没有像南湾或旧金山那么踊跃 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的人尤其是亚裔呢 我觉得比较单纯的就是说他们要么就是因为学生 小孩子升学来到这边住在这附近 然后离机场很近 然后要么就是他们有些就是来来往往 在亚洲方面还有生意或是工作在做 所以他们在这边的需求是希望说小孩子能够在很好的学校念书 不过庄吴明方也发现随着亚裔参政逐渐被看见 开始给年轻的一代很好的启发 相信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